日本传统上 扮喪事的时候一定要还礼给人 以前通常是用寿司盛盒 或者是用毛巾来还礼 但是这里的人觉得我这种寿司比较本土 用紫色和白色的绳来包住木盒 当是还礼 估不到之后很多人广传 有很多订单 间中也有起事 用红色或者红白色的绳绳绑住 青鱼寿司是京都名物 因为不近海 以前青鱼都是由海边运来 要先用盐叶保鲜 用昆布包在外面 但是经不丁长大的田断精和 就用自己乡下盛产的北山铲 切成木片来包裹 这种树又直又高 通常都是用在茶室的高贵木材 用京都的月光米 青鱼一定要用日本铲 之前用东北的 地震之后就改用千叶 鱼买回来之后就用盐叶 去骨用木片包住 做好之后用5公斤的重量压住24个小时 令它入味 树皮可以有杀菌的作用 饭、鱼和树皮的香混在一起 是最好的味道 刚刚开始的时候都闹出不少笑话 当时将铲切得很薄 客人就不以为是柴鱼片 一起吃买落土 为免误会后来就做得厚一点 没有画一的规定 都是凭经验去做 不过在重视传统的日本 他都曾经被人质疑过 当初我去百货公司推广的时候 有位长者质问我 你究竟知不知道 京都的青鱼寿司是怎样的 我说肯定知道 我在这里大了 也做了厨师很久了 但我希望不要默守成规 用家乡的东西来创作新的事物 而他都没有想过 自己的寿司在镇民办丧事的时候 会大受欢迎 从中他看到一个现象 以前家族多 人又多 每次百事都要四五十盒 现在越来越少 最多二十盒左右 随着乡下的人口老化 年轻人都出去闯 留在京北町的人越来越少 他希望自己可以为这个地方尽力